许久之后 两人起身 坐在悬崖边上 聊起分开之后的事 锐冷玉果然是得知 那个东北尼姑打听自己 聪明的他瞬间就知道 一定是叶少阳找来 也不是真的想要避而不见 而是想要逃避 想清楚应该怎么办 所以才跟文豪换了位置 之后叶少阳一系列的行为 他都看在了眼里 在叶少阳 他在杀死敬慧师太的时候 他也是很担心 还喊了他几声 当时喊叫的人太多 以至于叶少阳没有听见 后来他见敬慧师太没事 也就放下心了 在一旁继续看戏 我当时把那个文豪抱走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叶少阳好奇地问道 锐冷玉扑斥一笑 什么感觉 我当时就特别想看到 你知道那不是我的一瞬间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那一定很精彩 叶少阳想起当时的场景 无奈地笑道 是啊 很精彩 人家还缠着要我负责呢 如果真找不到你 我打算把他带走算了 反正我也不能白来一趟 总要抢个媳妇回去 锐冷玉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 吞道 谁是你媳妇 叶少阳当场就愣住了 他是实在没想到 一贯冷若冰霜的锐冷玉 居然也会如此的娇称 他哪里知道 女生的冷酷永远只是外表 在跟喜欢的人私聊的时候 就算是在女汉子 也有撒娇卖萌的时候 对了 假如我不来找你 你是不是真的就准备出家了 我也不知道 这几天看佛经 听凡音 也算是有些收获 甚至 有点想出家 但是 我舍不得 舍不得我 叶少阳沾沾自喜 哼 你想多了 锐冷玉白了他一眼 你都不来找我 我有什么舍不得你的 当下 从脑袋后面拉过一肋头发说道 我是舍不得这一头长发呀 如果出家可以不用剃肚 我早就出家了 哪里还会等你来找我 叶少阳内心顿时受到一点伤害 对了 锐冷玉想到什么 问道 你之前用天风雷火旗罩着 在下面跟静惠师太干什么了 本来你必须无疑的 怎么突然就破阵了 这个 叶少阳黑黑一笑 挠着后脑伤 有点不好意思 随后讲了自己破阵的经过 你也真是大胆 锐冷玉听完 狠狠地弯了他一眼 你怎么敢亵渎师太 我那不也是没办法吗 其实 我对他根本就没感觉 我内心 其实是很敬重他的 不愧是佛门高僧大德 那你到底有没有亲到人家 锐冷玉非常关心这个 当然没有 我就知道 他一定不敢让我亲 虽然他佛性通达 但毕竟是个女人 而且年纪也不算太大 被一个陌生人亲 本能上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锐冷玉皱着眉头说道 师太道心很坚定的 我总觉得 他不太可能吧 真的 不然呢 我总不能真的跟人家亲嘴巴 这个没准 锐冷玉淡淡地说了一句 还好没有追究 叶少阳脑海中想起了什么 不自在地舔了舔嘴唇 之后 叶少阳把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 大致地说了一遍 锐冷玉得知了沐清风兄妹已死 心中唏嘘不已 两人聊了个够 这才站起来 走回到了京华安门外 望着安门 叶少阳突然想起 之前静悔师太对自己说过的话 于是问锐冷玉 静悔师太应该知道你的来历吧 不过他说的情节 是什么意思 锐冷玉点了点头说道 他当然知道我是谁 你忘了林小了 就是被紫月害死的那个 他不是送给我五宝金莲吗 这次我来 把五宝金莲还给师太了 啊 你还给他了 给了呀 本来就是人家的东西 乌龟原主而已 叶少阳怂了怂间 可惜了 那可真是个宝贝 锐冷玉横了他一眼 说道 之前静悔师太为我补了一挂 说我有佛缘 还说我将面临情节 但是他也说不出更细微的 我也是迷茫得很 叶少阳提议 再进静悔安里 找静悔师太问个详细 锐冷玉想了一下 也决定要去 而且自己还有一些物品在安里 得去拿回来 刚要进门 一个尼古拎着手提香出来 朝着锐冷玉和长说道 掌教有话 锐师叔既然入不得佛门 就不要进去了 掌教命我把东西给你送来 至于你所问之事 掌教说 命术之理 穷即无穷 他也不过是窥视一二而已 无法给你解答 叶少阳与锐冷玉相互望去 一脸的震惊 叶少阳心想 这静悔师太 莫非是神算不成 他怎么知道 他们要进去找他问 关于命运的事 这静悔师太的神通 恐怕不仅仅是在法术方面 锐冷玉攻身行礼 请这位小师叔 代为问候静悔师太 这个东西是掌教给你的 小师叔将一个包袱递了出来 锐冷玉疑惑地接过来 打开一看 居然是五宝金莲 小师叔 这 掌教说了 这东西既然你能驱使 必然与你有缘 将来或许还能救你 还能救我 锐冷玉十分地不解 掌教还有一句话要送给你 若直于此相 则此相非实 若破相破空 得见我佛 阿弥陀佛 瑞师主 好自为之 小师叔双手合十 对锐冷玉行了个礼 转身进入了安中 留下了发呆的两个人 两人讨论了一下 静悔师太给的真言 叶少阳认为 还是让他看破红尘 出家信佛 锐冷玉认为 没有那么简单 觉得其中是必有深意 但一时也琢磨不透 还有这五宝金莲 说什么将来能救我 怎么救呢 锐冷玉凝视着手中的五宝金莲 迷茫地说道 怎么救你不知道 反正这宝贝 也回到你手上了 这是最现实的好事啊 锐冷玉瞪了他一眼 你压力只要这些宝贝啊 肤浅 叶少阳黑黑一笑 哼 我不相信什么命运 宝贝是实力的一部分 有实力 你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甚至生死 甚至生死 这些宝贝是实力的一部分 也对